1月9日 山西林一县临近镇西关小学 校长张鹏飞领着全校学生在操场上跳鬼步舞 看起来非常魔性 张鹏飞说 是2018年10月份开始的 去年暑假期间 我到我们县的广场上去逛 有一半跳鬼步舞的人 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现在学生都喜欢看电脑 看手机 没有任何的户外活动 就像把这种舞蹈引进学校 就想让学生动起来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张鹏飞当时就自发学起来 亲自教学生 因为学校没人会跳这种舞 周一到周五五天时间 除了周四做武术操加研保健操 其余四天时间 中午三十分钟大课间 我来带操 带鬼步舞 对于这位校长的做法 以及魔性舞步 德智体全面发展 这校长牛 三丹王 孩子们一定喜欢 你家贝勒 可爱的校长 给学校孩子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好校长 支持你 一路枭雄 看后面学生的状态 很明显效果是显著的 有这样的校长 这个学校的学生真幸福 曾经的那时光 与时俱进 后的在物 新时代 新老师 新校长 综合黎视频 腾讯新闻 这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